HELLO,大家好,我是石心 有几天没有拍Vlog 主要是最近一直在准备这个周末的比赛 然后也是穿足训练,就没有时间拍 不过也在昨天吧,在水上训练的时候 跳一个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的一个动作 然后不小心把腰给拉伤了 现在受伤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无论是前倾还是后痒或者是正常的走路行走都不太方便 这两天也是专注的在治疗吧 但是身体的恢复情况还是达不到一个比赛的程度 所以很无奈的放弃了这次比赛 我现在心情肯定不是太好了 因为为这个比赛吧,这三周其实付出还是比较多的 那首先在这三个星期能把全套的比赛动作恢复完 这本来就很不容易 那期间呢,我要控制重 然后还要把力量给恢复到一个能跳高难度动作的一个水平 然后还得把我身上的伤病 能在高强度训练下,还能保持正常运转 这几样综合起来就很难去平衡 我觉得这三周的时间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你到在前这个节骨眼上了,来个受伤 那就是把之前的训练计划和训练部署全部打烂了 那本来还想通过这次测验的话来检验一下 之前这三周的一个训练成果是什么样的 还要从哪方面去改进 现在也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吧 所以现在的确是心情好不起来 那这个腰伤的情况呢,已经让训练完全停止了 那这个时间我预计最少也得一周左右 那昨天就跟教练去商量一下应对的办法吧 由于再过两周的话就是圣诞节和跨年了嘛 那在这边的话都是大节 肯定是闭馆,没有办法训练的 所以呢,就是建议我提前回去休养 等身体缓过劲来了,然后再开始训练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要提前结束这次集训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吧,躲在我的残破躯体,准备结束 哦,对了,也给喜欢运动的一些朋友吧 给一些小建议,防止受伤的 那首先第一个是在运动前一定要记得热身 这是非常的有效的防止你受伤的一个步骤 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热身到什么一个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微微的感觉有点出汗了,身体热了,就OK了 那在运动中的时候,千万一定要记得补水 可以补充一些运动型饮料 里面有一些可以补充到你从汗液里面流失的一些矿物质成分 那补充了这个之后呢,它也是起到可以防止你受伤的一个功效 那在运动结束后呢,一定要记得签拉,给自己揉揉放松一下 那可以让你运动完了之后,身体的反应没有那么大 对,就这三点 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这三点的小建议 好吧,希望大家运动的时候呢,都能开心,然后健康 那我是世新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了解更多跳水趣事